看完平若有台股再看呢 今年上半年景气不好 但是车子却还卖得不错 尤其日币贬值 日本车呢 在台湾卖得是特别好 光是上个月就卖出了超过 两万台日系车 引擎声轰隆隆 车子发动 准备冲向车市旺季 业者表示 每年到了六七月 车市就旺得不像话 尤其在台湾 更是日系车 成把的旺季 光是2013年六月份 就卖出超过两万台日本车 这是一波 刚好就是说 那个学生放暑假 然后也是在农历七月之前的话 算是汽车的旺季 那各家厂商也是精锐进出 很多贩售方法 所以说客户大概都在这时候 下手出来买车 可能也是促销这个方案 带动了消费者来买 那另外一个也是因为 我们市场上 的确在农历七月之前 客户也想要先拿到车 所以这两个月的确相当不错 虽然往年夏天都是旺季 今年的日系车销售量 又比往年来得好 业者表示 2013年七月的销量 好的吓人 更有业者说 可能挑战单月销售量 减近两万台的佳机 这样惊人的数字 也带动日系车概念股 像是运车 和泰车 六月底以来 都有两眼涨幅 业者分析 好业绩应该是日元贬值 带来的影响 现在总算看到效果 对啊没有错 的确是现在开始发酵 其实日币贬值 我觉得应该是年初的时候 开始贬 那前面的两三个月 可能还没办法反映到 车的成本 那这两三个月呢 就发现 的确我们在饭处方面 就做了很多的促销 那消费者得到了相当多的优惠 受到安倍政策的驱动 日元从今年初开始贬值 一度跌破103元大关 一直到最近才逐渐回稳 年代也火落车市 让日本车变得特别强手 UDN TV 陈希文 邱星仪 台北报导